貓雄團團疑似罹患 惡性腦瘤 在木架動物園受醫師仔細照顧下 每天給予藥物 採取舒緩照護 也讓團團多吃一些愛吃的補充體力 但最近團團病情急轉直下 就有中國專家希望能來臺協助 柯皮強調不是北市府主動邀約 目前是用醫人的技術在醫治團團 柯文哲也坦白講 真的不需要別人協助 目前農委會已經收到 北市府申請會儘快配合相關專家 來臺事宜 陸委會也表示已收到申請案 會儘快批准 原方指出來臺中國專家 一共兩人會待在臺灣七天 名單還在跟中國做確認 面對這波搶救團團大作戰 動物園也設置集氣留言板 甚至還可以看到小朋友童言童語 寫下早日康復 盼團團能夠順利挺過難關 三藝新聞 下報名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